悲伤逆流成和今天发布了新的剧照 还挺有感觉的 虽然马天宇和郑爽这两张修图有点过了 但是两个人挺青春的 颜值OK 不知道为什么马天宇给我的感觉就是齐鸣本人 莫名觉得很合适 橙七七柴碧云的造型蛮好的 和在下置位置里是两种风格 郑爽的脸其实我还挺喜欢的 只看脸 不得不说 爽妹子的命真的蛮好的 一直大女主 没记得她给谁做过配角 虽然大家都嘲讽她 不过袁珊珊张新宇之类的女星 应该很羡慕她吧 怎么吵都红不了的人太多了 而且当年的学生粉还是蛮长情的 其他小花只有羡慕极度恨了 看到一组郑爽拍完刘新宇后的旧照 很纯很可爱 是那种少女感的水灵灵的漂亮 感觉那时候还是挺有观众缘的 而且她以前也很瘦昂 但是脸上肉肉的 很清纯邻家少女记事感 我真的太喜欢她曾经的言了 导致现在都不忍心黑她 真的就像那种不时人间烟火的小仙女一样 虽然不至于惊艳大美女 但是她如果不动脸 靠娱乐圈少有的邻家少女疯 本来也能杀出一条路的 唉 这么有少女感整了容真的好可惜 不知道她怎么想的 可能连这么漂亮的女孩子 都会越看自己越不顺眼帮 不过现在也不丑 就是面相看上去有点凶 昨天爽妹子在超市里拍戏 爽爸郑成华也来了 两人在超市买起了东西 爽妹子站在临时柜前赖着不肯走 只能被爽爸拖走 是吃货爽本人没错了 话说 爽爸也是蛮有经商头脑的 听说也要做微商卖面膜了 郑爽老爸在微博上晒出一组聊天截图 看群名应该是打算做自己的品牌面膜 大壳面膜 从晒出的对话截图里我们可以看出 至少有七位成员在帮忙打理这一块的事儿 看样子应该是真的了 活生生把明星做成了微商 真逼感觉爽爸什么都能做 对此 网友们也纷纷吐槽说 这是要捞粉丝前帮 毕竟除了粉丝 我不觉得北欢有其他人会买他出的面膜 之前还去当导演了 看来钱是不够花了 而赚钱能力很强 合格的商人 但面膜也能随便卖忙 这玩意儿搞不好会烂脸的吧